第五位 第五位 这位同学 在我的课堂上睡觉 在我的课堂上睡觉 可是要受惩罚的 这间教室今天没有课了 你难道想一直装睡到晚上吗 是不是我上的课太无聊 不是 那就是你最近太累了才会睡着 对吗 你不回答 看来我猜对了 抱歉 我不该在你疲劳的时候 还约你出来 作为补偿 你可以靠在我这里 休息一会儿 比趴在桌子上舒服 我说过 这间教室今天没要课了 而且像这种大阶梯教室 也不会作为自习室开放 所以不会有学生或者老师 进来打扰我们 还是说 你想去别的地方休息 既然不想 那就靠在我的身上吧 现在 试着放空自己 忘掉现实的一切 你发现自己身处空中 身体很轻 很轻 正在慢慢 往下降落 然后 你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它让你觉得 很安心 我在 你安心休息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苹果 苹果洗好了 你不是想学怎么用水果刀削皮吗 过来 我教你 握住水果刀 拇指要稍稍上去一些 按住刀片 还差一点 别乱动 跟着我的手 你刚刚太上去了 要稍微下来一点 对 现在这样正好 手放松 不用这么紧张 我们开始吧 注意 第一刀 要后报居中 嗯 做得很好 之后 跟着我的节奏 慢慢沿着苹果的圆面来笑 你很好奇 我为什么会削苹果 其实跟我的工作有关 这是我治疗的小手段之一 通过削苹果 我可以观察病人的心理状况 你呢 为什么忽然想学削苹果 果然是因为这个 确实有很多人相信 只要削苹果皮不断 许夏的愿望就会实现 不过 我还听过另外一种说法 有些人会将削苹果皮的行为 当作是祝愿爱情长久的一种仪式 只要苹果皮不断 那他们的爱情 就会长长久久存在下去 你看 我们的苹果皮 也没有断 这意味着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我最后悔行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